上星或者太陽水瓶座 伴隨著巨蟹座的新月 來到農曆六月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如何呢? 首先我想跟水瓶座的人說一說 其實你們經常得罪人 這個就不論是 不只是今期的星象才是這樣 我想說其實你們一向 與生俱來 尤其是太陽水瓶座的人 你們一生起碼都一定會得罪五六個人 其實這個率算是很高的 而且你不要說 每個人這個世界都會得罪人 生出來做人一定會得罪人 不是的 有些人真的很小心翼翼是不會得罪人的 尤其是出名長袖羨慕的天秤座 算了 天秤座有時候都會激怒人 但是激怒是因為天秤座自己可能有時候有些 就是很不知想怎樣 或者自己有些比較自我中心的性格 然後這些東西是擺人野毛 OK 但是這些東西是比較暗馬底的 而且你又不可以罵天秤座 你明白嗎? 但是去到你們水瓶座身上 你們是真的叫做得罪 OK 那個層級是高很多的 而且是明顯很多的 是會浮面那種得罪的 OK 那 忽然之間有個 我想有個小分享 但是還是算了 因為這個個案都比較最近 我免得把我客人的秘密公開了 好 為何要這樣說呢 因為 來近農曆六月 你就真的腹背受敵 無論是哪方面都容易得罪人 無論是你最親密的家庭 OK 朋友 還是在 去到出來的社會 一些本身不是說要跟你去熟你 朋友你的人 是要跟你一些共事 或者一起跟你去比拼 是的 這些 沒有什麼情面說的人 你又得罪他們 OK 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相似 或者一起跟你 你明明我們經常說 上班你不是為了認識朋友嗎 OK 你在這個這麼嚴重 這麼正常的場合 又會得罪人 跟著 就算 你要退居回到一個最親密 溫馨的環境 無論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又得罪人 所以你是腹背受敵 哪方面都得罪人 所以 結論是 麻煩你檢討一下自己 OK 因為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說我只是 激怒了 Party A的人 有機會是 你們兩方面都有機會錯 但是 50% OK 然後你有得罪 Party B的人 然後有得罪 Party C的人 那 這個時候 全部是別人錯的可能性 就會降低 變了做 其實 最大可能性 就是你自己 衰 OK 麻煩你管討一下自己的脾氣 OK 因為有時候 水平座我想說你們 可能你會覺得自己叫做 身性情 或者是 Be true to yourself 但是這些東西 通通在別人眼中是 Boo shit 人家才會覺得你沒有禮貌 粗魯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還有呢 我批評完你們 另外呢 也要提一下 你們所謂這個脾氣 但是又是完全沒有道理呢 又不是的 我現在又體諒一下你們了 OK 就是正所謂 一口屎一口沙糖 剛剛批評完你們 現在又去體諒一下你們了 OK 那 究竟 有什麼這麼慘呢 原來你們內心都有很多的困難 尤其是 哪方面的拉扯呢 第一 就是 是在這兩樣東西 你真是誰 OK 你從哪裡來 你本身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的家庭教育環境 OK 或者是 你一路長大 你自己本身那個真愛的個性 然後 第二邊跟你拉拔河的就是 Who you wanna be OK 你想成就出些什麼 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OK 那這些東西 其實會有很大的拉扯 尤其是可能有時候 雙方也都會有一些 勢君力敵的意見 有時候就 我打個比喻很簡單 OK 家人就叫你 正正經經打一份工就算了 OK 但是 你自己 又其實是想跳出來創業的 然後你身邊也都有一些人 就鼓勵你創業的 OK 那就是這一種 究竟你要上還是下 究竟你要進還是退呢 那這種能量呢 會在農曆六月 將你拉到發神經 OK 尤其是 在你的家 還有這個家 這個家 不單是你的核心 不單是你最貼身的父母或兄弟姊妹 甚至是你的整個家族的親戚 都會有很多七嘴八舌的東西給你意見 那就令到你覺得非常之辛苦 然後可能你們就忍不住發去的脾氣 然後你們就得罪人 就是這麼簡單 OK 那也都有少少的可能性 就是可能關於移民的事情 當然移民可能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環境 你們會有自己的盤算 有自己的考量 但是同時 親戚也會有很多東西說 哎呀你丟下不知誰 哎呀你不再去照顧誰了 那你仿佛是丟下了一些家庭責任 然後這些東西 就是會令你覺得很辛苦 成為一個磨心 那究竟你是要聽別人的話 還是想去成就自己的慾望 然後這些東西 就可能會搞到你去爆他們 那所以請你做好一個情緒管理 尤其是你知道你們本身的性格 已經是這麼容易得罪人 OK 那但是去到最後 我給你們一個好消息 如果在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做些什麼是最好呢 就是一個減壓的量方去做運動 尤其是如果我當你 一直是喜歡做一些運動 但是它是很需要花錢的 那就恭喜你 你接下來其實是可以有足夠的錢財 去應付給你做一些 對自己會令自己開心的一些 hobby 尤其是運動 但是其他活動都可以 就算我當你很喜歡畫畫的 或者是收藏一些不知什麼的 這些很明顯不是叫做運動 但是你也會有比較寬鬆的荷包 去達成這些願望 OK 同時如果有朋友是在這麼差的經濟環境下 失業的話 都會和你們報一個佳音 因為在農曆六月是非常有機會 會有新的工作機會 也可以呼應剛剛的主題 就是令到你們的荷包寬鬆一點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其實我塔子亂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本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什麼是做初一生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恆星銀行的那個恆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恆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發掘